宇宙無限 世界浩瀚 上次天文地理 下次人民科學 李偉才博士 Jeffrey 浩浩雙雙 歡迎大家回到第二節的浩浩雙雙 Jeffrey 剛才你布拉姆斯的第一交響曲 你以前有沒有聽過 沒有聽過 但我以前很喜歡布拉姆斯 但聽她的什麼呢 我已經不太有印象 我們一般來說是室內樂 要麼是讀奏曲 要麼是室內樂 要麼是交響曲 要麼是歌曲 其實她也有寫歌曲 那是哪種 室內樂那種 室內樂是Chamber Music 室內樂有時小麗琴奏名曲都當作室內樂 一支小麗琴就一個鋼琴 如果三個來講就是trill 小麗琴、大提琴、鋼琴、鋼琴 通常就叫做Piano Trill 四個就是很多種組合 但一般來說最常見的就是弦樂四重奏 五重奏、六重奏、七重奏、八重奏都有的 其實如果要我聽過什麼類型的 我就沒有什麼印象 因為我對布拉姆斯的音樂 那種顏色的感覺很深刻 顏色的感覺 這個比喻很有趣 對,我覺得很有顏色,很鋼琴 我很喜歡這種顏色 其實我不是經常碰到有人說很鋼琴 來形容這個布拉姆斯的 我不是鋼琴 應該說是這種顏色 我是很喜歡的 我可能這個形容詞 但是你看到那些旋律 是跟之前的樂器完全不同的 你也可以想想一下 過去兩個星期我們播放的 巴哈、凱頓、莫扎特等 我想他們聽到布拉姆斯這個交響曲第一樂章 他直接在棺材上彈起 覺得這些是音樂來的嗎 或者到晚了來說 什麼音樂可以這樣寫的嗎 很明顯他們是想像不到 原來音樂可以這樣做 是做法的 布拉姆斯 剛才我特別強調 你只留意一下他一開始時期的樂句 其實音樂始終是一個樂句組成的 因為你不會一直不斷氣的 死不斷氣 就算玩樂器也要休息一下 所以是一段一段的 逐利聖神快樂 逐利聖神歡唱 都已經是兩個樂句 你沒可能說是完全不連續的 但是我暫時都聽過很多音樂 我都沒聽過一個這麼長的樂句 你留意一下 如果不記得的話 你就可以回頭聽 或者你手上youtube看看 布拉姆斯的第一交響曲 有很多這些片段 第一個樂句 你說真的稍微容手的指揮 我們真的稍微的功力不夠 都不知道怎麼處理 一定是指到一塌糊塗 都不知道變成什麼 但是你要能夠維繫到那種的張力 能夠表達到那個情感 真的不容易 我們可以這樣說 其實用現在一句 不太好聽的形容詞 來形容布拉姆斯的音樂 就叫做重口味 他的音樂真的很重口味 但是這是一個好的意思 重口味 你知道重口味這三個字 被人濫用得不得了 有些是很負面的 但是我是用很正面的 來用重口味這個 因為他覺得是很重的 他的音樂是很有份量的 不是很普通的 輕率的音樂 而是你感覺到 他是放了很多思想 很多感情進去 所以他的思想的深度 那個感情的深度 那個變化的幅度 全部都是大手筆 如果用一些建築來比喻 他就像一些宮殿 聖殿皇宮那種的感覺 是的 所以有些我們都這樣說 例如Mandoson那些 有些叫做小家碧玉 那些音樂就像小家碧玉 但這個簡直走出來 就是氣道湧湧 就是唐而王之 很有氣派 但其實也是思想深度 但也有人說過 他的音樂來說 尤其是中晚期那些 有些誇張說過 其實你未到四十歲 有些甚至未到五十歲 其實你是聽不懂 布拉姆斯的 即是說你沒有人生月曆 因為原來他裡面 是真的 將人生的悲歡離合 喜怒哀樂 所有的東西 包含了下去 其實 甚至有很多 就是有抽意的意思 尤其是聽他第二第三交響曲 很有抽意 很有失縮的感覺 亦有些是苦劫的 就等於整如打回人生的五味架 即是那種酸甜苦辣 都在那裡 但你想想 一個十幾二十歲的 所謂的年輕人 正所謂的那句 正所謂的 少年不識仇之味 為父身詞 強說仇 而今識盡仇之味 就是 肉與環憂 肉與環憂 卻道天良好過秋 其實 布拉姆斯有些人就這樣說 當然我們中國也這樣說 你還沒過五十歲 不要看莊子 你五十歲前看莊子 你是浪費時間 你是看不明白 當然我不同意 我完全不同意這種看法 你十五歲都可以看莊子 我告訴你 但你五十歲看 肯定有不同的體會 所以你十五歲 都完全可以聽布拉姆斯 不過你五十歲聽 又有不同的體會 這意思 不過我可能聽到 沒有那麼複雜 因為我小時候聽 都沒有什麼經歷 但我覺得這些音樂 已經吸引了你 他有一種自然其然的魔力 像磁石一樣藏著你 但有些人亦都這樣批評 就說布拉姆斯的音樂 實在是 我們現在有另一句 很多人說的 就是正經八百 就是太正經 或者太嚴肅 有些人甚至說他 太過學術性 就像是學術性 或是智慧性 但其實這是口味的問題 其實他挺有趣 因為他是一個挺堅持的人 他在一個浪漫樂期 但他也是挺傾向古典主義 其實他又完全是一個浪漫時期 浪漫主義的作家 但他浪漫得來 其實他就不會很沉溺 因為浪漫主義 有一個不好的地方 如果你是稍微控制得不好的話 你就會叫做感情氾濫 很多人都這樣沉溺 感情氾濫就沉溺 沉溺的時期 其實就去不了藝術的最高境界 即是你要昇華 其實很多浪漫樂期的音樂家 都變得精神病 這裏就要講故事 其實上個星期也講過一下 現在再講一講 就是他跟舒曼的關係 其實舒曼是他的前輩 因為舒曼是1810年出生 布拉姆斯1833年 即是他23歲 所以布拉姆斯出道時期 舒曼已經是一個很有名的作曲家 話說當年 他1853年 布拉姆斯20歲時期 就受到他一個好朋友 就是當時一個很有名的小提琴家 就是Joseph Jokim 一日姚阿幸 就介紹他去找舒曼 於是他就說 你一定在那裏學到很多東西了 叫他指點一下你 果然有一天 就去到哈門找他 就好像說那天 舒曼不在家 但後來就見到他 見到他之後 就兩個成為幕役之交了 舒曼就覺得布拉姆斯這個完全是可造之材 很有潛質的 於是傾狼以受 但話說 其實舒曼就像你剛才這樣說 原來他的人 可能是有些神經質 但有些人說他可能是遺傳病 有時有很多憂鬱症 舒曼的故事上就說過 其實他就喜歡了他的老師 即是音樂的老師 那個女兒 就叫做克拉克 叫做Clara 但是那個老師 當然是很有趣 雖然可能是他的愛徒 但愛徒是一回事 愛徒還愛徒 女婿又是另一回事 不可以做女婿 女兒沒理由嫁過 第二次是窮的 作曲家 音樂人 怎可以 我女兒當然要嫁過 可能是富商巨股 或始終應該是優勇一點的家庭 富裕一點的家庭 於是他就不批准 反對他們的愛情 但他們兩個就真的厲害了 一直堅持一直堅持 即使父親反對 克拉克這個女生 真的也是很有勇氣 無論如何都要跟舒曼在一起 後來甚至要出酒 要結婚 直接才斬口罩 後來那個爸爸也奈他不和 終於他們兩個都在一起 但在一起之後 其實舒曼有一段時間 真的非常甜蜜 跟新婚太太 所以當時作了很多作品 也完全看得出甜蜜的生活 後來他的身體又出了問題 精神也出了問題 到最後他就要自殺 好像是不是跳河自殺 但後來被人救回 救回後就困了他進精神病院 最後就是死了在精神病院 當時這個Klera 很悉心照顧他 也說Klera本身是一個很有名的音樂家 是彈鋼琴 是鋼琴家 當時在社會上也很有名 後來他沒有辦法死了 到後來 布拉姆斯由頭到尾 當然都是來幫忙 看著師父和師母 大徒弟 這個大徒弟看著師父和師母 到了師父死了之後 他就來去照顧這個師母 直到他死為止 而且布拉姆斯是終身不取的 所以很多人一傳就說他喜歡這個師母 但因為位於世俗 禮教 你不要說是中國禮教 全世界都有 他就不能夠表達出來 這個感情 其實說這個克拉克 大概是布拉姆斯14年 大概是14歲的 但他原來是暗戀師母的 所以終身不取 所以這個很有趣 亦有一些證據 證明他中間有這段感情 就是說原來他們之間的往來的書信 後來布拉姆斯死的時期 全部都被燒掉 其實不是 我都有看過 他的書信真的有些東西 為什麼我看著說它被燒掉 你怎麼看得到 不是的 它不是被燒掉 它只是被燒掉一部分 所以反而就是 因為他流傳出來的 已經是很曖昧 而且他寫的用詞 已經寫到 是你的老克拉克拉 好像小戀人一樣 但到最後 因為他們可能都是基於禮教 所以反而就是 他為什麼要燒呢 就是把那些可以留到的證據 他都不想被人知道 他都會燒掉 什麼豬豬那些 不會 就不會去到這樣 但這個來說也正所謂 此地無銀 更加令人相信這是真的 事實上 大家現在網上不得有 我都說了 看看你有沒有本事找到一套1947年拍的電影 就叫做《Song of Love》 原來裡面是說的 其中這一段的故事 是說出來的 裡面有舒曼 赫拉赫拉 布拉姆斯 裡面還有李斯特 也有出鏡 有個演員扮李斯特的 所以這套電影挺有趣的 1947年 看看《Song of Love》 你找不找到 接下來我想介紹 另外兩個是法國的作家 剛才都是德奧的系統 說真的 由凱頓、莫扎特、貝多芬、舒曼、舒伯特、Mandoson、Browns 其實全部都是德國的 雖然留意 當時德國其實不是我們所認識的德國 因為我們所認識的現代民族主義國家 就是比斯麥宰相之後建立起來 我們現在比較寬鬆地稱他們是German Composer 但當時是有些比較散的城邦 但奧地利當時是很強大的 有一段時間奧地利和匈牙利叫奧空帝國 所以他們的活動範圍都是在德國和奧地利之間 所以我們現在叫德奧體系 古典音樂最先崛起的時期 最強的就是德奧的傳統 當然周邊國家都應該不甘示弱 很多就是發展 意大利就有一件事最堅強的 就是歌劇 意大利就是朝歌劇的發展 德國當然有歌劇 莫澤特也有歌劇 但意大利歌劇也有別處一次 但法國也是稍為後來者 亦有一些作家出名的 不算是認真出名 可能大家未聽過 叫做Cesar Frank 法郎克 Franc 他是1822年到1890年 他其實是比利時出世 不過後來主要的活動都是在法國 其實他也寫了很多作品 其中一些室內樂很有名 特別是小提琴的奏鳴曲 但是交響曲 其實他只寫了一首 一千零一首 很珍貴 就是叫Symphony in D Minor 就是1888年 是66歲才寫的 66歲 我們現在聽一聽 Cesar Frank的第一首交響曲 第一樂章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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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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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其實等於一個交響樂團,我們說面對的交響樂團,有這麼多種不同的樂器 其實在某程度上就等於一個調色版,就是一個畫家的調色版 但同樣是這樣的顏料,畫的東西可以千差萬別 布拉姆斯,曼德尊那個是這樣的,布拉姆斯剛才那個是這樣的 而這個Cesar Flan,你也看到的,我特意閘下 這次我只是播了兩分五十三秒,但其實頭兩分十二秒,其實只是印紙而已 那個主旋律都未出現,所以其實一開始,當然這個要說,等於吃苦瓜、吃蒜頭 你要培養的,有很多時候我們一聽見那些澎湃激昂的、很強節奏、很爆棚的主旋律 那些就沒有人會抗拒的,說真的,每個人都很喜歡聽的 但是這些兩分多的印紙,或者中間很激情之後突然間靜下來 那個叫做油版、慢版、Adagio那些 很多人就頂不住了,那些就睡覺了,因為你去聽演唱會也是一樣的 一去到那些地方就睡覺了,一去到那些地方就睡覺了 一去到那些地方,整個摘起來了 其實是的,我也經歷過這個階段 其實你要慢慢學習,我現在很多時候聽,連那些印紙、中間的慢版 你都完全想一個音符都不會漏漏的,你都會曉得欣賞他 當然,剛才你可以聽一出,他的主旋律就出了 其實說真的,只是出了十幾秒而已,那我們就停了 大家覺得已經很好聽了 說回來,其實我剛才也有些要漏了,要補充一下 當然法朗克66歲,他寫了一首,他大部分是其他作品 但是剛才說,布蘭姆斯是31歲寫的 其實很多人都知道,熟悉他的朋友都說 其實他對於寫第一首歌唱曲,他是非常恐懼 是有保留的,為什麼呢? 因為他是非常非常敬慕和崇拜貝多芬的 他覺得貝多芬這個簡直是一座高山 我們現在都叫惡性 那時候可能有這個稱謂 但那個問題是,已經每個人都知道他是一個 真是平地一聲雷出來的一個音樂上的巨人 他的成就超越了前人 所以布蘭姆斯,雖然他自己都覺得自己應該是很有才華 但他之前寫很多作品,都不敢嘗試寫第一首交響曲 因為他覺得,特別是交響曲 在貝多芬的手上,都已經去到一個高不可攀的境界 去到一個非常之高的境界 正所謂,難以越其繁離 難以望其背項 任何人再寫,就只會有所謂的九尾軸雕 只會比貝多芬,那寫來做甚麼呢 所以他是有一個很大的心理障礙 即是有一個心魔心障 即是他不敢寫第一交響曲 但臨到尾,他都覺得交響曲這件事 實際上是每一個真正的音樂家都要面對的 就算你有多恐懼,你也要嘗試寫的 其實都像《法朗克》 因為《法朗克》他雖然寫一首交響曲 但其實,雖然你說他都是作其他歌的 其實他都是相對來說,一個很小產的人 即是他作好小歌,對每首歌都很重視 所以他到最後,即是六十幾歲 都要是很完美的心態之下 都是覺得要做一首 都是要寫一首 因為他作曲家的生涯 即是寫了一個句號 即是比較圓滿 布拉姆斯其實是六十四歲才過世 三十一歲就是剛剛一半 之後他還寫多三首交響曲 總共寫了四首 但第一首來說,剛才說過 原來他是有這麼大的心理包袱 但當然,所以他落不作的時候 我想他已經花了多少的心血下去 來反覆推敲,來構思 而得出來的結果,我相信 世上的公認,都認為是一個可以配上 是繼承貝多芬的 是另一個偉大的交響曲作家 Another Great Symphonist 即是你聽到第一來講 確實是可以的 但有一件有趣的 要跟大家講一下 原來他第一交響曲的第四樂章裡面 他突然間集中有一段 是快樂眾的樣子 好像快樂眾的 我第一次聽的時候 我沒有看這些材料 有這麼奇怪的 抄貝多芬,不是那麼差的 原來當時也有些人來批評 布勒姆斯,不是吧 你寫到江龍才盡 沒什麼想到 為何你臨到尾那裡 直接差貝多芬的法樂眾 第九交響曲那個 我們現在叫做自由眾 布勒姆斯就說 下重不可遇,遇兵 這些人就不明白 我都免得解釋給大家聽 因為他那個 是故意差貝多芬 向貝多芬 是向貝多芬致敬 接下來我想介紹另一位法國作曲家 就是比才 因為時間關係 我們聽了音樂園 我們慢慢來他分析 比才是1855年所作的 《Symphony in Sea》第一樂章 《Symphony in S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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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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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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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